那就开始吧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一部分眼球了 对吧 我记得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你讲了一部分了 特别是近视眼远视眼 和我们正常眼的区别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学数学 要学会最起码的惩罚口诀 加减乘除 最起码一样 我们不懂得眼球的结构 是根本没办法理解 我们的眼球出了什么毛病 和我们怎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对于眼科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 这么一个部位 它是属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的眼球 长在我们的脑袋上面最高的位置 我们的头颅最顶端的位置 和我们的整个的大脑的神经 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它实际上 它的工作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像我们的肌肉 我们身上的肌肉一样 让它们收缩 出力气 搬东西 眼睛一动都不动 都是在干活 我们睁着眼睛 往前看的时候 你所看见的光线 什么东西都没有动 但是你只要看见了亮 我们的眼睛里边 我们现在正前方看到的这个 粉红色的 金黄粉红很均匀的 有反光 实际上它是粉红色的 淡红色 可以说淡红是血的颜色 因为它是一个反光的原因 那么我们这个眼球 它的工作是让光线从瞳孔穿进去 照射进去 穿透了前面的趋光体 我们从这个图上 我们还可以再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 但是那些图就是比较小一点 是个模拟的图 这张图也是一个模拟图 就是更细致一点 这个细致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精细一点的 再进一步的结构 为什么想再重复一下呢 是因为我们讲完了 眼睛这一部分的 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提问题特别多 还有好多的问题 我都已经手机拍照下来了 但是估计都 一个小时都根本解答不完 太多的这种问题了 我认为这个问题多的原因 你们猜猜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呢 眼睛的这个结构 它是非常独特的 也是非常精细的 因此呢 不等同于其他的病 比方说 我消化道有问题呀 我胃不好啊 肠道啊 这些问题呢 或者我感冒啊 身体的一些大的部分的病呢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只要我们生活中碰到 大家也都耳濡漠然 常言说 九病成一了 看上几回病 你都自己都知道 大概八九不离时 是怎么回事 可是眼科呢 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 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 神经系统 它是神经系统 所以呢 就是常常当我们 有了眼病的时候 我们去看了眼科的医生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啊 玻璃体是怎么了 玻璃体怎么给脱下来了呢 什么叫玻璃体啊 是一个玻璃球吗 那我的视网膜 视网膜是个什么东西啊 像鱼网一样 它是干什么的呀 什么又是青光眼了 我们还好多问题 还有问的是青光眼 又得了青光眼了 青光眼怎么回事啊 所以就好多的问题呢 其实是和我们对眼球的结构 没有清晰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眼球的结构 搞清楚了以后 无论你的眼部 任何一个部位有问题 得了什么样的病 起码我们心里边 是清清楚楚的 才能够知道 这是有多么严重 目前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 我有什么办法能够预防 既然很难治 有的病很难治 那我怎么样预防 这才会真正心里边 会有明明白白的一个决定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眼球啊 纵向的 从前向后把它切开 切开 这样呢 我们来再从侧面 等于我们把一个眼球 挣前 从上到下把它切开了 等打开了 打开了 那半个放一边不要了 我们只有半个留着 我们现在从打开的这个抛面上 我们从前向后再复习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些内容 而且今天这个图呢 也放得特别好 杰克老师给我们 把这个图放得很大 本来眼球就是一个小小的结构 我们现在要是再 在荧光屏上 我们在电脑上 看得再小一点呢 还是不是特别清楚 今天这个就展示的特别好 我们很感谢 在服务的老师们 他们都是为我们义务的在服务 我们大家都愿意做这个义工 帮助我们广大的朋友们 广大的这个有病的 或者没有病的 我们都应该来有一个机会呢 能够比较轻松的 很生动的 比较能够便于理解的 这么一个机会呢 让我们能够了解 尽可能的了解到 有的时候不明白呢 我们就会适当的回复一下 就是小小的复习一下 你就重复一下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从左边来看 左边呢 是我们这个眼球的前方 右边呢 有个小爸爸撅出来的 那个就是我们眼球的正后方 正后方 那个就是天蓝色的 他这次是这么染成这个样子 其实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是雌白色的 就是我们的白眼人 我们看最后边 有一个小小的小爸爸 我们把它剪断了 他下面写了字 我们要注意看字 现在这个字一下放大了 就很清楚了 那个撅出来的小爸爸 是一个被我们切断了的 视神经 视神经是从哪里来的呀 从我们的颅骨的 那两个眼窝窝的深处 追形的 从那个最靠里边 伸出的一个很小的 视神经孔 从那里边穿过来 穿到了我们的眼球的后头 就像我们一把电线 从外面的高压电缆 到我们街道上 从街道上 最后又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最后进了我们的房间 进了我们的屋子里边了 那这个视神经 你看它向左侧 向左侧穿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看到有一个 小小的圆盘呢 白颜色的 其实它是黄的 不是白的 无所谓 我们能理解就行了 这个圆圆的白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这一把 这一书 视神经 从眼球的后方的拱膜 我们叫拱膜 它是瓷白色的 我们俗称它白眼球 白眼珠 其实就是最外面的一个白墙 它穿过了我们的这个白眼珠 或者说我们这个拱膜 我们巩固的拱 穿过了它以后 它就进到了我们眼球的里边来了 看见没有 它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呀 它通常是有点长椭圆形的 它是一个整个的一把神经 就是密密麻麻的 那么一把一书神经进来了 那么这个神经的中心有什么东西呢 它里边有我们的 视神经中央的动静脉 动脉和静脉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动脉和静脉呀 它们是什么呢 是为了保护 受到保护 所以呢 我们从妈妈的身体里 生出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 我们的视神经的中心 这一书像一把电线一样的 它的中心呢 就隐藏着我们营养 我们眼球视神经的营养的血管 就跟着神经就一起过来了 一起进入了眼球 那么它为什么要在神经的正中间呢 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要被碰破 那血就流出来了 因为眼球呢 在我们的那个眼眶的里头啊 它最后的那个底部 是一个狭窄的锥形的 我们的眼球会很灵活的 在眼眶里面旋转 如果我们的这个动脉和静脉 是不停的在眼眶里 要旋转摆动的 那么又没有东西包裹它 我们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很危险呀 我们身上别的血管 都不能够随便动的啊 长在哪里就在哪里的 那只有我们的视神经呢 它是可以不停的摆动的 我们的眼珠子每动一下 视神经在后面 它都要跟着动 因此呢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构造 当我们诞生的时候 我们的视神经中间 就埋藏着这个动脉和静脉 它是营养谁的呀 叫视网膜中央动脉静脉 那我们顾名思义呢 它要目的地是哪里呀 要到我们的眼球里边的 铺展开的视神经网膜 什么网膜呀 我们说视网膜 视网膜 中文叫视网膜 那么我们看看右边 那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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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释的字 最下面写的是视网膜 最下面写的是视网膜 我认为它是个视网膜呀 这个杠呢 画得有点不太对了 它这个杠应该再往前画 1.5毫米 碰到那个黄颜色的地方 才对了 才对了 不能指在这个蓝颜色的地方 这个没关系 我们大家看见这个整体的图 明白就行了 那么视神经 这一书神经 它一进到我们的眼球里 我们这么大的图啊 大家对的电脑就太好了 我们会看得很清楚 你看它穿进眼球的时候啊 其实啊 一进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白颜色的 或者是淡黄色的 这么一个长椭圆形的一个盘 为什么要再讲一次啊 上次我们有个朋友啊 我们在这个结束的时候 上一课 他专门问到 看了眼科的医生以后呢 眼科说他的比例失调 还记得吧 背盘比失调 其实他那个意思是指的 背盘比失调 背是什么背呢 盘是什么盘呢 盘就是视神经盘 就是视神经穿进了眼球之后 这一书 比方说我们拿了一书 一把筷子 比例这么说 拿了一把筷子 我们把它立起来以后 我们一松手 这筷子是不是放射状了 就像四面八方都躺下了 我们的视神经 从眼球最外面 那个蓝色的小爸爸 他是一书 进入眼球之后 他是不是要铺平啊 这一铺平 你们可别看到 那铺平的那些神经 误以为那个 一条条粗的 细的 那些像树叉子一样的 那些红颜色的东西 那些管道 那个不是视神经 如果视神经变成那个样子 那就糟了 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视神经 他们是神经结构 我们看到那些粗大的管子 那是血管 就是在视神经中间 保护着隐藏的 隐瞒在我们的视神经中间 包扰着他们进来的 进来以后呢 血管向左上 右上 左下 右下 四个向线 四组 四组 动静脉半形 动静脉 左上向线 动静脉 右上向线 左下向线 右下向线 他们是分四对 动静脉伴随 像夫妻一样 不能够分离的 他们向四个向线来 营养谁啊 营养我们舒展开的视神经 所以我们想这个眼睛 是多么的精美啊 多么的精美 多么的娇嫩的东西 那么视神经 他一输神经 一进眼球 要立刻铺展成 我们眼前看到的 均匀的这种粉红色 反光下 有后部发黄 他们整个他们的底层 这个全部都是 一根根很细的 肉眼根本都看不见的 视神经 细胞 铺成的这个 血管是在他们上面 在他们的表面行走 还有分出细枝呢 向深处去营养 那个视神经 这样分清楚了啊 所以当视神经 进入我们眼球眼底的时候 眼科的医生 从左侧的瞳孔 拿着检查的仪器 来往眼底看 眼底就是我们右侧的 这个视神经盘 就是一输神经 一下要舒展开的时候 他要 他那个根部呢 根部啊 它是一个圆盘 那么他这个根部呢 常常会有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坑 有的会比较大 这个坑如果大的时候呢 超过了80% 就整个的圆盘 这个就 他就说他白颜色吧 其实不是白的啊 大概是有点黄白色 中间的那个坑呢 这样看不太清楚 我们再等一下 再找一个图看 由于他是一下子分开的 那么中间呢 就出现了一个 一个小小的坑 那这个小小的坑呢 他这个坑大的时候呢 就说明了我们眼球里边的压力 增大 压迫了我们的这个坑向 深处陷下去 当这个坑的直径 比起我们整个这个视神经 这个圆盘的直径 它的比例 如果大于 十分之八 也就是说 百分之八十 我们就要怀疑它 是眼压增高 而引起的 青光眼的一个 可疑的一个 临床的一个体征 很危险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啊 稍待的说到这 我们要跟大家再警惕 一个致盲的眼病 目前在眼科的这个 病人里边呢 他是一个 也是一个高度致盲的眼病 前面我们讲到什么呢 高度近视眼 它是一个致盲的眼病 现在要讲什么 青光眼 也是一个致盲的眼病 高度近视眼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 眼球是 正常大小的圆形 前后左右上下 它的直径都是多少呀 二十四个毫米 可是 当我们变成近视眼 我说的是真正的近视眼 不是偶然劳累 看书过多 好像看东西模糊了 那时候别急着戴镜子 休息休息就好了 那说明它还不是近视眼 真正的近视眼 它是什么 眼球前后轴 被挤长了 被我们自己挤长的 我们要是有兴趣嘛 我们就会给你讲清楚 它为什么能把它挤长 你听明白 它为什么给挤长了 你就知道 你告诉你的小孙子 告诉你的孩子们 不要看太多的近距离的东西 为什么 我们有机会再讲 现在我们在讲 试碑 因为刚好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我们给大家讲清楚了 有这个问题的人 他也一定听明白了 试碑变大 跟整个试盘的面积比起来 它的那个坑变大 试碑就是一个坑啊 碑子就是凹陷进去的嘛 对吧 它变大的原因是什么 眼球里边的压力向外扩张 所以才会把它压陷下去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对吧 那我们会说 我那眼睛怎么哪来的压力呢 怎么眼球里边是 是原子弹爆炸了 向外边扩展 给眼球造成压力 还是我拿手 是不是把眼睛给挤了 经常揉眼睛 给它揉的压力 不是这回事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 最眼底的 从我们瞳孔看进去 一直看到最底下的 看最深的那个部位 它凹陷 由于受压凹陷 压力来自哪里 我们现在要往左边 往前看 压力在相反的方向来的 我们现在看前面 我们看到前面呢 我们要找一个东西 叫角膜 左侧的倒数 从下往上数的第二个字 叫角膜 角膜它指的是什么呀 它是透明的 所以它把它染成一个白色了 它是透亮晶莹透明的 就像玻璃一样 玻璃一样 就是我们的黑眼人 其实是一个透明的 干净极了的玻璃 透出了我们眼睛里边的 黑暗的暗房里边的背景 所以我们认为是黑眼睛 其实根本就不是 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玻璃 它有一个弧度 看到了吧 我们因为是切成一半了嘛 所以它就把里边的东西 暴露给我们看 暴露给我们看 那我们看到这个角膜呢 它像左侧 我们看着它是一个弧形的 弓形的 像什么呀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 我们手表的表壳 但手表表壳是平的 它这个跟表壳很像很像的 但是呢 它只是弧度要大一点 那这个角膜的边缘上 它的上边和下边 我们从这个边 我们它角膜是整个是圆形的嘛 所以我们转着圈来看的话呢 这个里边埋藏了一个环管 环形的管子 所谓环形的管子 就是埋藏在我们的黑眼珠 和我们的白眼珠 交界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有点黑不黑白不白的混杂色 再你仔细看看 你们可以照着镜子看看 我们的角膜的边缘和白眼珠 要接近的那个地方 它们是一个交通的颜色 互相慢慢互相渗透在一起 在这个角 在这个角落里边 它有一个环管 环形的管道 这个上面画的不太清楚 说实在的 你们要仔细看 也可能能看到 怎么看呢 就是在这个左边呀 写角膜的这个地方 它不是画了一个黑线吗 从这个黑线 我们仔细地看 如果眼睛花了 要戴上花镜看 你沿着这个白色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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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白色的 这个这个部位吧 我们黑的这条线 指的这个地方 你们往下看 往下看 注意有一个很小的 几乎都看不清楚的 一个天蓝色的一个小小的小小缝缝 它其实是一个管道的断面 因为我们是把眼球一下子 从侧面 从正中间 从上往下把它切开 我们看的是侧面 所以我们看起来 它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小一个小口子 不是一个切开的口子 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管道 管道的侧面 然后我们再往上 相同的位置 往上面的那个角落上看 也会看到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那么一个 很小 像一个很小的小吃满粒一样 但是比吃满粒要小的多的多了 它其实是一个 还着我们整个 黑眼人和白眼人 它们是一个管管 我们要把这个管管看到了 就知道青光眼 是怎么得来的了 我们眼睛里边呢 是不断的要产生水的 就像我们的眼睛外边 不断的要有眼泪一样 如果我们是肝眼症 就不分泌眼泪了 在我们两个手摸着 我们两个眼眶子的外上侧 像猿猴一样 猿猴那个地方特别突起 我们比猿猴要好多 这个有棱角的 这个外眼眶的上缘 那个里边 它藏着一个什么呀 藏着一个线体 我们叫内线 埋藏在那 它不停地在流眼泪 当我们感动的时候 当我们感动的时候 我们流的那个眼泪呢 是比较亮大一点的 所以会流到眼睛外面 会哭 会哭 对不起 大家要稍微等我一下 我要插一下这个垫 Nancy为我准备的非常的完美 什么东西都有备用的 好了解决问题了 不好意思 那么当我们呢 当我们呢 能够看到这个很小的这个点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点 它太重要了 它绝不是偶然的这个画家 它画错了 粗心了 在这儿 怎么呢 上面也弄了个小小的小蓝点 下面也弄个小小的小蓝点 很对称 其实这个小小的蓝点呀 它就是环绕着我们整个黑眼人边上的 藏在白眼人底下的一个圈的管 这个管子它是干嘛用的呀 有水管还是个环管 那它一定是在接水的 接的什么水呀 我们叫做防水 就是我们眼球前部 眼球前部 以哪个前部为钱呢 以我们正前方 我们看着蓝色的这个部分呢 正前方好像有一个侧面的 像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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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babel面包一样的 被切了 从侧面切开的 这么一个白色的 怎么我们写的是水晶体 如果我们从左侧正前方看 这个这个水晶体的话 它是一个完整的圆形的一个镜片 那时候因为我们纵向切了嘛 所以呢 它就后边凸得厉害点 前半就比较 肚子就平一点 后边肚子就鼓一点 因此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真正的这个 正常人的眼睛里边 水晶体水晶体 能不能是我们现在看的 这个颜色呀 不可能啊 这就是白内障了 都不透亮了 都不能够透明了 怎么看东西啊 这眼已经瞎了 明白吗 所以呢 它真正的在健康人的时候呢 它这个水晶体水晶体 它就是完全透明的 它就像我们吃的新鲜鸡蛋 生鸡蛋的鸡蛋清那么透明 所以才能让我们看到外面穿进来的东西 对吧 它现在呢 就为了让我们能看得见 能看明白这个解剖的这个结构 所以它把它变成了一个瓷白色的 它其实不是这个颜色 那么这个水晶体的后面的肚子 比较古一点 然后呢 就把谁给压的 比较 也跟它 随着它的这个弧度 把我们眼球里边的填充物 我们上次讲过的 胶状的蛋白质的填充物 把它也怎么样 也相应的压成那么一个弧度的一个凹陷了 上次我们有一个朋友说过 它由于 好像是家里人不小心砍树枝的时候 一下子那个树枝从上面掉下来 它可能也不小心 也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两个人没有互相协调好 然后这个树枝掉下来砸到它的头上 不久 大概就是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它发现它的玻璃体脱落了 现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玻璃体了 我们根本的肉眼 我们看不到玻璃体 因为它是透亮的 这个图根本没办法 给我们显示一个透亮的东西 水晶体也给画成磁白色的了 因为什么 没有办法给你画一个透明的东西给你看 它只能把它染成白色的 让你知道它像一个镜片一样 这是一个侧面 它凹陷的这边被压了个凹坑的 这个白色线画起来的 整个的眼球后边的空腔 空腔里边的填充物 就叫做玻璃体 它叫做玻璃体 我来找找看它有没有给我们写这个 对不起 很遗憾它没有给我们标明这个玻璃体 说明这个图画的还不够专业 这么重要的一个占了最大体积 不是面积 它是一个整个给我们眼球那么大的 我们整个的眼球 为什么能变成一个圆形 它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胶洞状的玻璃体 它是有结构的 有结构的 那显微镜看的话呢 它是像棉花絮一样的 它实际上是有结构的 但是肉眼看起来它是透明的 那它是我们整个眼球空腔的什么呀 填充物 如果没有这个填充物了 那我们穿进了我们的眼球后方 从试盘 那个白色的那个长椭圆形的盘那 马上就铺展满了我们整个眼球里边的 铺开的 像地上的那个绿草地一样的 神经铺开了 因为它要工作呀 我们的试神经不是一根根摆在那工作的 一定是把它们全部铺展开 让每一个试神经的细胞 对着我们瞳孔进来的光线 它才能够反映出我们要所看到的一切物体 一切 包括光线 包括黑暗 它都要看见 黑暗也是它看见的 那么我们讲 它由于不小心 被一个重物打击到它的头上了 根本没有碰到眼睛 就打到头上了 颅骨很硬的 颅骨一点也没有碎 也没有破 但是它很硬 眼球可不得了 就是一个生鸡蛋 一个新鲜的生鸡蛋 哪经得了这样的震荡呢 所以呢 它就把它重填的这个胶动胀的玻璃体 玻璃体本身其实是有一层无形的那种 它自成一体的那种膜 你要真说它能撕下一层膜吗 也未必 但是它本身呢 是可以脱离开其他的部位的 它本来是应该有一点点粘着的 由于一个打击 把它震荡给脱离了 这个脱离就使得了什么呢 玻璃体脱离就脱离呗 它还是透明的呀 我的眼球总体的形状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因为脱离的地方并不是很严重 眼球没改变 视力也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的视力靠谁呀 不是它从上面脱下来的玻璃体 而是靠我们现在看到的黄斑 我们看看右边 从上面看第二行字黄斑布 它指向的是什么呀 我们的视神经盘 白颜色的这个 它的往左边走中心部 有个像一个小一点那个淡淡的 粉红色 这就是我们的黄斑布 所以它脱离的那个玻璃体 可能是从上面脱下来的 也可能从下面脱下来的 它侧面脱下来的 并没有脱到最后面的黄斑布 因此视力没有影响 可是脱离了的那个玻璃体 是不是就不能够交动一样的 顶压着我们那个视神经的网膜呀 视神经网膜是它自动铺开的呀 就像我们的房顶的顶棚一样 我们现在的顶棚是拿水泥糊上的了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看到好多农村的房子 上面是一个纸的 糊了一层房顶 糊了点纸 一旦下了雨呢 就会塌下来 和那个一样的 和那个一样的 所以玻璃体一旦脱离了以后呢 视神经的网膜就缺少了 从内向外的支撑 本来是非常均匀的这个形状 从里边完全地吻合我们的 铺展开的视神经 就是为了要把视神经的网膜 铺得平平展展的 而且还是弧形的 这样能够配合我们 从左面穿进来的一切的物体 都在这个铺的平平展展的 又有弧形的 这么一个视神经网膜上 产生最好的视觉效应 最好的视觉效应 就是要准确平展 现在如果没有了 这个脱离的玻璃体的支撑 那么相对应脱离了的 那一部分 视网膜还没脱离 支撑它的东西 给塌下去了 如果我们不注意保护 接着就听了一个 锻炼身体的一个 一个经验介绍 说为了保护眼睛 每天要把你的眼球 向右旋转500下 向左旋转500下 这是对眼球 有最大保护的一种锻炼 我不想说这个锻炼的方法 安不安全 但我只能肯定的说 玻璃体已经脱落的 这么一位朋友 或者说网膜都脱落 视网膜本身 视神经网膜自己脱落了 那就更严重了 那就更严重了 我们玻璃体脱落 是支撑视网膜的 严谨性的 平坦性的 这个支架脱落了 那就造成视网膜 就很可能怎么样 更容易脱落了 那视网膜已经有裂动的 已经脱落的 如果还做这种 甩荡眼球的锻炼 那你们大家想想 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已经骨折了 我们骨折了 但是现在我们说 我们要每天 还没长上的 断的骨头还没长上的 我们每天最好要用这条 断着骨头还没长的 腿要好好地蹦的 好好做身躯性的锻炼 这都是不应该的 至少在有病的 已经有眼睛发生问题的 那完全健康的眼睛呢 我就想说呢 我比较保守 我比较保守 因为眼睛很多的病 是很隐秘性的 我们可能根本都还没有发现 所以过度的震荡呢 我认为是不是太安全的 一种锻炼方法 最好的锻炼是什么呢 最好的锻炼是 让我们的眼睛望远看 望窗户上 望天上 望远处的树上来看 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让眼睛放松 为什么我们下面还要接着讲 因为这个眼睛 我们也完全可以 用一个小时把它讲完 我们也可以用 十个小时把它讲完 就是看大家不是着急的 要讲完了 他准备毕业考试 那我们就赶快抓紧讲 如果我们是想为了听明白 听清楚 那我们就 大家就耐心点 好吧 耐心点 那么最后都能听懂 都能听懂 那我们现在要看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刚才讲的是 和我们的这个青光眼 试杯 它的比例 失常 这几个字 这么简单 试杯 比例失常 一共就六个字 你看我们要讲多少的内容啊 多少的内容啊 因为我们不这样讲 这个看 看眼科医生的这个病人 这个朋友 他会一直心里面都是糊涂的 怎么了 我的眼睛 试杯怎么了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危险呢 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的检查 来排除我 有青光眼的潜在可能性呢 因为什么 我们刚才刚说过的 青光眼是一个什么病 不是红眼病 那是外眼病 不会失明的 我们说的是 它是一个致盲性眼病 所以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 医生会给你一些 后继的检查 自己也要主动的去 过上那么 半年左右吧 如果至少半年 要去再做一次检查 做一些视野的检查 视野的检查 好 中心视力不一定差 你视力 你查视力没有用 青光眼和视力 其实不是早期发现 早期青光眼 没有视力下降 大部分情况 慢性的 不是马上紧急发作的时候 根本查不出来 反而要会慢慢 像小偷一样 把你的视力 一点一点的偷走了 你一点都不知道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就像这个背盘比异常 如果不把它当成一个信号 进行跟踪检查 直到半年 一年 一直都要检查下去 都要做检查 等到视力一点一点 不在的时候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你发现你的眼睛 已经 看东西很清楚啊 但是呢 你看不见周边的东西了 以至于你走在大街上 经常是 完全不是故意的 但是把别人给碰到了 你的两只手碰到了 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部分 碰到了那个人身体的那个部分 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叫别人对你进行一种呵斥 你在干什么 因为你没有看见他们 你不意识到 你周围的视力 已经被小偷一样 青光眼 是个小偷病 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视力 周围的视力给你偷光了 只有中心黄斑部 这点视力还在 而且还挺完美 因此 你就不知道自己的视力差了 视野差了 视力 中心视力仍然很好 周边视野已经缺失了 等于你 我们可以就形容一下叫管状视野 好像你拿了两根筷子那么长的竹筒 把它对住你的两个眼球 像看望远镜一样 但是不是望远镜 望远镜可以看得很远很大了 我们是两个竹筒 对着你的两个眼睛 像筷子那么长 你对着书 你真的能阅读 看得很清楚 可是 除了你对着的那个位置上的东西 你可以看见以外 竹筒外面的什么东西 你都看不见了 这种慢性的青光眼 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种管状视野 所以我现在就通过这个呢 就给我们上次那个问题 根本就不可能 快结束的时候 急急忙忙的 讲不清楚的 你就知道背盘比 为什么医生会那么警惕 把这个东西要告诉你 还算一个诊断 给你写到病历上了 就是说你有必要跟进去 跟踪检查 如果说你可能是先天 就长成这个样了 那也可能就算了 通常来讲 你自己应该不放弃 至少过一年 要求他给你查一次 或者根据医生安排的时间 进行检查 那我们还望再往前讲 那个试背怎么压下去的 我们还没讲完 我们讲的是青光炎 到晚期 视力慢慢的偷偷的 被青光炎这个病 像贼一样 跟你一点点偷走了 他不是强盗 他是一个小偷 一次偷一点点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可能都过了十几年了 你才发现 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 太晚太晚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讲清楚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讲 为什么前面的 环形的水管 会影响到我后面 试背呢 把试神经盘里边 那个坑给压深了 像我们喝水的玻璃杯一样 那么深了 还大了 还扩大了 我们来看 那这个环管的水 是哪里来的呢 环管的水 是从我们的 看的这个水晶体 侧面看 瓷白色的 这个水晶体呢 它的两头 水晶体的上面和下面的 两个边缘 它有很多的什么呢 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 很细的 淡黄色的线 大家可能能看到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呢 再往最下面看 左边最下面看 有个结状体 有个结状体 结是什么结呀 结毛的结 为什么叫结状体呢 他这个地方画的呀 不是太典型 我估计画画的这个人呢 他不是一个眼科医生 他没有眼科知识 谢谢 谢谢 这是谢谢 这是Jack老师给我们 专门拿小箭头 黄箭头 在下面指了一下 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 那这个结状体 为什么叫结状体呀 实际上你看他拐了弯 给我们指的那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本来啊 在我们真实的眼睛上 在这个位置上 是由许许多多 像眼眨毛一样 睫毛睫毛的睫毛 对吧 结状体就像睫毛一样 它伸起来的 好多的凸起 就伸出来 一根小手指头一样的 而且是 整个眼球前面 在这个位置上 环形的一圈 都有这些凸起 这些凸起呢 它们是附着在 这个结状体上的 所以叫结状凸 像睫毛一样 翘起来的 它们是干嘛的呀 它们会分泌防水 这个就是我们 刚才说的 要哭了的时候 我们的两个眼眶子 外上角的那个泪腺 分泌的泪水 哗哗的流 我们眼泪就不止了 平常不停的渗透着 一点点一点点的流 那就是滋润我们的角膜 不让它干燥 保护我们角膜的 我们感觉不到 但是我们心里 一感动的时候呢 它就多了 有的时候会流到鼻子里去 眼泪就从鼻子里流出来了 那也是会的 这个地方呢 它分泌的是什么水呀 不是泪水 泪水是咸的 是外边的 保护角膜的 这个是什么水 我们叫它防水 叫防水 防水是干嘛的呢 是专门营养我们这个水晶体的 我们说白内障 白内障 做手术要把它这个镜片拿出去 然后放个人工的镜片在这 就是这个地方 它要靠防水的循环 用清澈透明的 富含着营养的防水 就从我们这个晶状体 环形一周的 这个结状体上分泌出来的 它分泌呢 来营养我们的这个晶状体 因为晶状体是一个透明的 玻璃镜片啊 它的上面连一丝丝的血管都不能有 一根血管都不能跟它相连 包括我们的角膜 我们的黑眼人 清澈透明 我们拿个镜子照照看 哎呀上面爬满了血管 那我们怎么往外看东西啊 不可能的呀 所以你们想想啊 我们的眼球从左 从左侧往里面看 从前到后都是完全透明的 趋光的 就像透明的水晶一样 那他们更需要最好的营养啊 他们怎么营养 靠水来营养他们 现在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要讲到 这个眼球里边 没有血管 血管是来营养神经的 你看后面那么多的血管 营养我们的氏神经 不是一根了 已经铺成一曲 整个铺起来了 在里边像开的花瓣一样 这样铺在我们的眼球内部 那前面那些透明的东西 不能拿血管往上去营养啊 怎么办 用水来营养 那水是哪里来的 从结状体上分泌出来的 还有结状突起 也可以分泌 也可以分泌 但是主要是结状体 它结状体转圈看 是一圈一圈 一圈厚厚的 凸起来的这么一个 好像一个美丽的防颜 像意大利啊 欧洲人的那种防颜 那种装饰品一样的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个结状体 保证了我们整个前面的角膜 还有我们的红膜 还有我们的精状体 它全部趋光的营养 都是由结状体分泌的防水来的 那么这个防水呢 它既然能分泌出来 一定能够流走 我们的眼眶上的泪水 从眼眶外上角 那个特别凸起的 那个大骨头坑里头 内侧 有小小的那么像我们的 大概中指的指头 那么大一点点的 小线体 个个大大的 像一团小棉花袋似的 在那里边藏着 它是分泌泪水的 它分泌泪水的 泪水往哪流啊 眼睛里就流出来了呀 如果只是平常呢 我怎么没看见 眼睛外边流眼泪呀 我们怎么可能一天到晚 眼睛擦眼泪呢 不可能啊 除非你感动了 或者你喜开心 或者你生气 或者你难过悲伤 你流的眼泪你要擦 平常我们根本不需要擦 我们的人体是多么的精美呀 照照我们的镜子 等我们讲完课 明天天亮 对着窗户 黑天这个灯光不好 把你的鼻子根的那个眼角 向下扒开来看一下 你会看见 你扒下来的这个眼角 你翻出来一个 一个小窟窿眼 那是什么呀 那叫我们的泪点 一个小点 其实不是一个点 是个小嘴 一个坑 它是一个管道的口 我们不能叫它口 口在嘴巴上长着呢 眼睛不能叫口 眼睛叫泪点 泪小点 然后你要方便的话 你从上面也扒吧看看 上下各一个泪点 上边我们的上眼瞼的内侧 内眼角我们叫内侧 内侧的上边 上眼皮的内侧布 有个小小的坑 小口 下边最好看 一扒就看见了 也有个小小的坑 它们一上一下 是相对着的 可是平常 它们那个口 我问你们 那个口能朝上吗 能朝下吗 还能朝外吗 当然不能 它们朝着谁呀 它们朝着泪湖 泪湖是谁呢 泪湖就是很小的 一个水蛙子 我们起了很好的名字 叫它泪湖 像湖 一个美丽的小湖一样 它们必须得把这个小嘴 对准着那个湖水 去吸这个眼泪 那就是我们内眼角的 内侧的那个窝坑 有的时候还长一个小肉疙瘩在那 我们叫它泪腹 那就在湖边上 一个小码头 腹就是一个码头的意思 看多有意思 我们的身体多美丽 我们像我们现在成了导游了 我们在我们的眼球的 在进行这个地理美景 和加上地理位置的分析考察 很有意思 我也很喜欢我们这种方式的交流 这样就很有意思 你自己照着镜子 多美好的眼睛 除了长出美丽的眼睫毛 黑黑的让眼睛更漂亮 眼睫毛还朝上涨 不会让他们都是都像树 像那个帘子似的 朝下搭拉着 那多难受啊 对吧 挡着光了 朝上翘起来 像我们的小伞一样 然后分泌的眼泪呢 不停地刷着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人每一分钟 要刷几百次的眼睛 眨把眼 可惜的不得了呀 我们现在的人 可能一分钟 眨不了几次眼了 因为什么呀 目不转睛的 在看手机 看文件 看书 看电视 看看景 不眨把眼了 全神灌注 早把眨把眼的事 忘掉 瞪着眼 所以我们发生眼干 干眼病的人 特别多现在 眼睛一干怎么样 我们的黑眼人 角膜 它是一个非常娇嫩的东西 上面连一根血管都不长 它一旦要是太干燥了 它就裂缝了 一裂缝了 就有的时候 就长出雾子来了 生病了 它就脆弱了 表皮就会脱落 久而久之 说不定就发炎了 最后落了疤了 落在黑眼人的正中间 长一个白窗 白疤 我们叫它萝卜花 对吧 老百姓是这么俗称叫萝卜花 多难看呀 哎呀 真的 那很难办了 有的人说 我能把它抠下来吧 做手术把它割下来 可以呀 割完以后 会不会还再重新结疤呀 那么小的伤口 它都结了白萝卜花了 你再做手术 都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那个部位 特别特别薄 咱们前面说过 我们的角膜 就是左侧的这个半圆形的 我们把它切开 我们看见的 整个的角膜 它是一个透明的 它的中心部位 对着瞳孔的 中心的那个部位 在活体上 非常非常的薄 零点几个毫米 零点几毫米 你看在这0.3毫米都不到 特别特别薄 所以呢 我们就不应该让它 眼球发生干燥 现在我们干眼病的人 非常多 所以你随便到眼科医生 那去一看 马上给你一个厨房 什么呀 人工泪液 就人工造着一点水 没有抗生素的里面 不能轻易的用抗生素的 就是滋润你的 给你点湿一点的 那我们为什么 不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本来那么完美的 一个泪液的滋润系统 让他们正常工作呢 对吧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我们的问题了 那我们中国人呢 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有一个俗称叫 十人九杀 十个中国的眼科病人 大概 甚至是人口 不是眼科病 是中国的人口 十人九杀 就是十个人 有九个人有杀眼 当你得了杀眼的时候 我们顺便就把它说一下 当我们得了杀眼的时候 我们上下眼皮 我们叫眼简 实际上的大家老百姓就叫它眼皮吧 它里边的那层膜呀 跟我们的口腔黏膜是一样的 非常的娇嫩光滑 最重要的是湿润 我们的嘴巴如果有的人他黏膜 就是中医说阴虚火旺 或者气血双亏的人 体质不好 那么他的嘴巴干的 说话的时候都沾到牙上 真有这样的人 晚上夜里边突然醒来 舌头沾在上牙卡上 都拿不下来 赶紧得喝水 不喝水舌头已经沾到上牙卡上 这些线上都是现在很常见的 因此呢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不要得杀眼 得了杀眼 杀眼是一个病毒 病毒是我们拿抗生素 不能够治疗的 不能杀死的 我们现在人类对病毒 没有什么好办法 包括新冠病毒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SARS病毒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人类没有什么好办法对付它 那么这个杀眼怎么样 它还好 它只侵害眼睛 但是呢 它这个杀眼 它严重的时候 它就把我们 本来像口腔黏膜 那么滋润 那么湿润柔软的 我们的上眼板的眼 上下眼睛翻开里边 是那样的结构的 那样的质量的 结果怎么样 杀眼的侵害 最后他们都干燥 最后自己的眼睛 上下一动都把自己的眼睛 都磨烂了 泪水呢 泪腺本来是藏在我们两个眼眶外上角的 它可以定时 它就自动的就滋润我们的眼睛 不停的在洒洒水 可是病毒把那个泪腺的口给伤害了 结果它就收缩起来 成了疤痕了 一生病嘛 它有病了 它就结疤了 泪腺分泌不出来泪液了 肝眼症的根本就是这儿来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泪点 我们上下眼角 最最最最靠鼻子 靠鼻子根那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它那个有两个小孔 也由于杀眼的侵害 让这两个小孔怎么样 发炎 肿胀 最后里边堵死了 这本来这个地方是鼻泪管 是鼻子和通道流眼泪的 眼泪从鼻子里可以流出来的 有的是我们心里一感动 但是不是非常痛苦的时候 那个眼泪没流到外面 你就觉得清鼻涕流出来了 那个其实就是真正的泪水 完全是泪水 不是你感冒了 它就是通过这两个小点 这两个小点呢 是向我们的窝坑里头 眼角的窝坑泪湖里边 吸着这些泪水 把它吸走的 因此杀眼可以引起 我们整个外眼 你想想 从我们的眼皮里边 上眼皮下眼皮 翻开来看 那个里边 变硬 变干燥 在一个泪腺 变得不分泌泪液了 或者能分泌也流不出去了 因为那个泪腺的那个口啊 出口啊 给堵死了 再一个呢 下面想流走的 那个泪壶的 那两个小口呢 流到鼻子去的呢 也给堵住了 所以我们呢 不停地把眼泪 从这个鼻子根往外流 不停地擦眼泪 我们越擦得多 这个下眼瞼越往外翻 越往外翻 那个小泪点 就不对着泪壶了 那个小泪点 对着天 对着前面 翻到外头来了 那怎么能吸到水呢 所以眼泪呢 常常就在脸上流 越流越擦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应该随时要准备一个干净的小手绢 擦的时候把它打开 用里面干净的那一部分 去按这个地方 不要把它往外抹 往下抹 越这样往外抹 往下扯 就把眼皮扯松了 把泪点扯得翻出来了 最后引起了没有办法 就是恶性循环 越这样越流泪 越流泪越差 越擦越往外翻 我们今天就顺便在这里 讲到了这些问题 这是为了来 烘托一下我们刚才讲的 眼睛里边的水的循环 我刚才现在我们把它又 说到了外面的泪液的外循环 看看我们这一个眼睛多么金贵呀 还有水液的滋润 血液的营养 里边的血液营养 外面的血管营养 那都不用说了 外面的很简单 里边的营养太复杂了 那现在我们还要讲到 它的水循环 那外面的水我们不讲了 是泪水 里边的叫防水 防水是有丰富的营养的 可是泪液有杀菌作用 而且是咸的能遮死 能用它的这个咸的盐 能够杀死很多的毒素 可是我们的内 防内眼的水循环 防水是非常非常精致 干净 而且是有丰富营养的 因为我们整个的趋光系统 趋光就是透亮的 要光穿进来的 而且它们还可以调整这个光线的 调整它的光线的聚焦点的 最最重要的眼睛 我们眼睛里边营养的再好 外面的光线进来 我们看不清楚都不行 所以呢 它一定是清澈透明的 因此它的防水的循环 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成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防水的产生是哪里 现在知道了吧 它的发源地在哪 源头 源头在我们 角膜黑眼人 和白眼人交界的 一环圈的里边 不是刚才我们说 那两个小点点了 那个是出水口 我是说它产生的源头 也离这个小管管很近 但是是在眼球的后面 瞳孔的后面 这个小小管管呢 它是在我们瞳孔的前方 瞳孔的前方 我们现在看看瞳孔在哪里啊 瞳孔是正圆形的 我们正前方看着对方 是不是看见 眼球的正中间 有一个小小的孔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每个人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洋人很多眼睛 就是我们说所谓白种人 欧洲人 他们那个是天蓝色的 咖啡色的 绿色的都有 很多七彩的颜色 很漂亮的 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是什么呢 都是深咖啡色 深褐色的 乌黑乌黑的 还真的不多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瞳孔 现在由于我们拿刀 把它眼睛给切一半了 那瞳孔还剩了半圆形了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看看 有个像太阳一样 黄边 然后还有放射状的 白色的线条 蓝色背景的 那个就是我们的瞳孔 这个半圆形的 一个白色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瞳孔 那这个瞳孔 它的前方 和我们的角膜的之间 就像我们的表壳一样 我们表壳一样 我们表壳本身是角膜 那表盘呢 表盘呢 我们假如说 它是一个瞳孔 表盘中间那个 那个指针的那个轴 我们把它当成瞳孔 那表盘呢 就是瞳孔 围成瞳孔的 我们上次说过的背狗 背狗中间有个窟窿 我叫它背狗 那么这个我们眼睛里边的水呢 从后边产生 在后边 我们刚才看见结状体 产生的防水 防水产生以后呢 要通过我们的精状体 水晶体 就是我们说那个镜片 从它的表面要流过 它的前头 它的后头 它都要去流过 要滋润它呀 营养它 流完了以后往哪流啊 它得要往出口走啊 它的出口是哪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环管 环管在哪呢 环管在前边 在瞳孔的前边 环管呢 我们这个前方 我们叫什么 叫前房 瞳孔的前部 我们叫前房 小房子 瞳孔的后边 我们叫后房 就这样区分了 我们的防水的性质 后房的防水 前房的防水 那么我们后面 结状体生产的防水 非常有营养 它们营养谁啊 营养我们眼睛里 所有的透明的 趋光的器官啊 或者部位 那它从 精状体表 首先要营养的是 精状体 趋光部分 最重要啊 营养完它之后呢 它要穿过瞳孔 你看水晶体的 那个地方 画了一个线啊 画了个线 指到了这个 精状体 水晶体上 然后呢 这个线同时也穿过了 瞳孔 穿过了瞳孔 那我们这个防水 就从后面 营养了我们的水晶体 然后穿过了这个瞳孔 天蓝色的啊 天蓝色的这个 这个是这个 我们叫红膜 像彩虹一样漂亮的 穿过了瞳孔 然后呢 就流到了前面 黑眼人和白眼人 相交的那个 窄窄的那个 我们叫它防角 就等于是一个 宫顶的防角 相当于我们 戴的手表的 那个我们现在 都不怎么戴手表了 我们手表的表盘的 那个最边缘的那一圈 那个嘎拉 我们叫它脚 实际上它是一个 很窄很窄的脚 那这个防水呢 就要从这个地方呢 从这个脚里头啊 渗透到哪里啊 没有窟窿眼 有很细很细的网 我们叫它小联网 弹力纤维构成的 和我们角膜的质量 一样的弹力纤维 构成的 那个很密集的网 因为什么 它还要把脏东西给滤住 万一我们眼睛前面发炎了 有白细胞啊 有些发炎的脏东西啊 它不会让它们 流到那些网 那个下水道里去的 它有那个过滤的网 所以防水 从后面产生结状体 然后穿过瞳孔 然后从后防 营养了精状体之后 穿过瞳孔 到了前防 到了前防之后呢 就到了我们那个 黑眼人和白眼人 相交的那个 坡度越来越低的 那个啊 那个防脚 那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环管 转圈的环管 从环管呢 就流出了我们的 眼球内部 眼球内部 那这个环管的水 流到哪里去了 防水 流到哪里去了 流到了我们 白眼人底下的血管里边了 有静脉 从静脉就流走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什么呢 我们看看上下 它都画了几根血管 那个血管画的像 枯树枝一样 那个颜色 它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这是血管 然后呢 这个就由静脉血管 把这个防水呢 循环过的 排出去的这个 带着脏的废物的防水 把它们就吸走了 跟着静脉一起 回流到我们全身的静脉系统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知道呢 当我们的防水 循环有障碍了 防水产生过多的 这个可能性特别少 一般是什么 下水到堵了 就像我们的那个 洗碗的那个水池子一样 底下水管子堵了 好多脏东西 把它给堵住了 所以呢 水流不出去了 那我们的眼球 如果下水到堵了 水流得很慢 这个时候怎么样 防水会不会就停止生产 要是真是那样 就好了 没有清光眼了 它照样生产 它不知道 你前面发生什么问题 水管子堵了 它不知道呀 所以它继续生产防水 所以转圈的 金状体在后方 后方瞳孔后路的 转圈的金状体的旁边 金状体附着的地方 我们这个结状体 它分泌的防水 继续生产 可是前面的环管 不能够把这些水 及时的排走 那这些水怎么样 在眼睛里面 会越来越多吗 yes 一定是越来越多的 因为它不会停止生产的 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没有及时的解决出口的问题 水越来越多 这个水会使眼球怎么样 变硬了还是变软呀 变硬了 因为它的 整个的压力变大了 超量的内容物 根本就是它不能承受的 如果是把水池子灌满了 这个没关系 水池子是不锈钢的 我们的眼球里边的压力 所压迫的是什么膜呀 是我们的神经呀 是我们从眼球后方 那个小爸爸穿进来的神经书 最后在我们眼球里边 铺展的 在这些血管网的深部 形成了一个均匀的 粉红色的 是神经网啊 薄的不得了 不得了的 像我们揭开的 那个紫色的紫洋葱 接下来的那层薄膜那么薄 那么脆弱 眼球里边的压力 把它压迫着 我们的眼睛 是神经受到压迫的时候 就怎么样 看不见东西了 是神经是看东西的 它被受到损害的时候 就失明了嘛 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呢 那个压力 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它会向正后方施压 就像我们前面讲近视眼 是长眼一样 它为什么是长的 它为什么不往前途 它为什么不往上下变大呢 它为什么向后呢 我们最前面看过 那个眼眶的结构 对吧 眼眶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是一个锥形的 眼球前面是饱满的 站住它了 但是后面有个 三角形的空间 为什么要有这个空间 我问大家 因为我们眼珠子是活动的 要在里边不停转动的 它转动的时候怎么样啊 是不是会拽着这个视神经 也要跟着它摇摆呀 那如果视神经刚刚好那么长 一点点余地都没有 那眼球一转 视神经不就扯断了吗 因此视神经呢 在我们眼球的后方 是S型的打弯的 既然它是打弯的 后面那个锥形的那个根部 就会给它留一定的空间 这个留出来的长度 和这一定的空间 是保护我们视神经 能够充分的在眼球里旋转的时候 不要把视神经牵扯的 太容易受到伤害了 同时也给我们的眼球 在病理的状态下 一个是看书过多 看得过近距离 看近距离的东西 时间又特别长 拿得还特别贴近眼睛 写字啊 看书的时候 那小孩子 脸使劲地往那个纸上贴 把我们的眼球给挤长了的 还有一个病态的状态 病理状态是什么 不正常的 就是我们的眼压增高了 眼睛内部的压力增高了 所以把我们的眼球怎么样 向后的这个虚空的地方 往他施压 最后就把我们的视神经 进来的那一把视书 视神经书 的中心的窝 给压得越来越大的坑 因为那本来就是个坑 那既然是个坑 他就更容易接受到 那种压力的伤害 所以呢 就会形成视悲变大 常常要怀疑是前面的黑白交界的那个地方的环管 什么水啊 我们现在就懂了 就不会说泪水 眼睛里边的水 就是叫防水 前防后防 前防后防拿谁来隔断呢 那就是瞳孔 瞳孔前面叫前防水 瞳孔后面叫后防水 瞳孔前面叫前防部位 瞳孔后面叫后防部位 那经状体在后防还是在前防啊 我们都想搞个小测验 看看大家听了吗 睡着了吗 经状体肯定是在瞳孔的后面的 在后防的 在后防 所以通过刚才这些解说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哦 原来那个视悲的比例 是医生考虑到什么 会不会眼内的压力增高以后 把他压迫的 把试杯给压大了 有的都压的都看不见了 跟那个试盘一样大了 完全可以这样子的 但也有的人是先天的 他并不影响他 这个就要去看视力的损害 视力没有损害 差了十年二十年 也没有任何损害 那就没有问题 先天的 但这个可能性特别小 大部分来说是有问题的 是清光眼的一种表现 所以通过这个解释呢 我们就会要明白了 清光眼的原因是防水的排泄障碍 排泄障碍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往下面一个图看 我们看下面一个图 杰克老师 我们想看下面一个图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呢 因为上次有人问到 黄斑变性的问题 好像是他的外婆 是黄斑变性 这个病也是一个什么 我们今天讲到的 第三个质盲眼病 这个高发呀 对中老年人 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 一个隐患 发病率现在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最早讲的什么 青少年的近视眼 高度近视眼 特别可怕 老年也有高度近视眼 那我们就多多小心吧 青少年不一样 他们还要用眼睛 眼睛就是他们的生产力 就是他们的学习力 就是他们将来的前途 没有好的势力 他们找不到好工作 好的工作 他们干不了 他们干不了 不能干 他们能找到 他们干不了 干了以后 眼睛就会失明的 出苦力的也干不了 有危险性的也干不了 所以要好好的保护他们 后来呢 我们刚才又提到了青光眼 这个青光眼一般来说 和先天性的眼球 生出来的时候的结构 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 再一个呢 和心情有关系 青光眼在中医来讲 我们叫它气蒙眼 就是硬是气的 很多的青光眼是在一场暴怒之下 和别人在 特别是非常愤怒的这个情况下 突然间眼睛疼了 或者就在那个前后三两天时间 眼睛开始疼了 视力也不好了 如果发现这种情况 特别是呕吐 有的时候会觉得呕吐 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 不能耽搁 如果你耽搁了一晚上 可能视力都能丢失一半 回不来 耽搁了一两天两三天 可能就没有视力了 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又发现眼睛发红的时候 而且眼睛发疼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 我给大家一个 就是临床上 我们都一般要告诉朋友们 告诉客户们 病人们都要 给大家都要宣讲 不要都得了 都过了这个事了 才告诉他 就太晚了 就是这种急性发作的 这种青光眼 我们给他叫什么呢 叫做高大雾 红藤兔 我们记住这六个字 高大雾红藤兔 这是一个急性青光眼的 急性青光眼 慢性青光眼 像贼一样 那我们就要很复杂了 要到医生的检查 还要看看我们的那个眼角 是不是前方比较窄 那就是先天的 叫爸爸妈妈生下来 我的鼻子跟他一样高高的 我的鼻子会跟他一样矮矮的 或者我甚至说话的声音 都可能有遗传性 这和遗传有点关系 就它结构上有点问题 那这个高大雾红藤兔呢 会 那这慢性青光眼 说真的要年年月月的 它会慢慢的严重 还不是特别经济 而急性青光眼 我们要特别在这里强调一下 因为一旦要是耽误了 就真的就是没有可以再救回来的可能 什么叫高大雾红藤兔 首先一个高叫什么高 眼内的压力是怎么样 变高了 为什么变高了 因为水继续产生 有来源 有水源继续来水 但是出不去 所以它变高了 这是高 然后大是什么呢 由于高压 眼内的压力过高 连瞳孔的那个扩约肌 瞳孔为什么 一会儿会散大 一会儿会散小啊 说明它和我们的口腔 嘴巴一样 和我们的眼睛一样 它们都有扩约肌的 扩约肌就是可以深缩的 我们可以把嘴巴 捉得小小的 我们也可以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我们的眼睛可以挤得死死的 一滴雨水都进不去 我们也可以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扩约肌呢 是指的瞳孔那个部分 它能够深缩变大变小 也是它有扩约肌在控制它的 如果过度的压力 就会把扩约肌怎么样 压麻痹 麻痹了 不就是没有没反应了 散大了瞳孔 所以瞳孔都散大了 那肯定这个是 更加重的情况也要发生 因为瞳孔散大以后怎么样啊 它散大了以后那些打出来的褶子 像窗帘一样 本来你是拉紧的 瞳孔是小的 现在你把这个窗帘给它打开了 一拉开了 散大了瞳孔了 窗户拉大了 那这个窗帘打的褶子怎么样 把出水的那个防角的出水口 更给堵了 那更严重 所以高呢 是什么高 眼压增高 大是什么大 瞳孔散大 雾是什么雾 高压把水 眼睛里边产生的防水 由于高压给压迫到我们的透明的角膜里面去了 角膜变成什么了 水肿了 本来是透明的 完全透明的角膜 现在由于压力 把水给压进去了 所以成了毛玻璃了 本来是个透明的玻璃 所以变成毛玻璃了 当然看东西就雾了 就不清楚了 对吧 然后红疼兔 红是什么红啊 第一个红 是别人看着你的眼睛红 眼压那么高 血管都爆起来了 整个眼球一看是红眼睛啊 怎么回事啊 还有一个呢 是你看着外边红 一个是外边人看你的眼睛红 一个是你自己看着那个灯泡 好像有彩虹 七彩的赤绳黄绿青蓝紫了 两个红 一个是红色的红 一个是彩虹的红 虫子旁的 那个那个 那个是虫子旁 一个工人的工 彩虹的红 那么彩虹是哪来的呀 我们想一想 我们看灯泡拿什么看呀 拿眼睛看 眼睛的哪个部位呀 角膜首先是最 最前面的趋光的那个玻璃 是角膜呀 可是现在的角膜 它已经被水泡了 好像我们下过了雨的天空一样 出了彩虹 只有雨后才有彩虹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有很多的蒸汽 弥漫在这个空间里 如果它是干燥的天气 就不可能有彩虹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的角膜 由于水分被压迫进去 就像雨后的这个空气中的雾一样 才会看见彩虹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 这红 然后呢 眼压那么高 压迫着神经 还不说压迫着我们的整个的眼球 都要崩破了 疼得不得了呀 无法忍受的那种疼痛 眼睛疼 头疼 这是肯定要发生的 还有最后一个吐 眼压高 为什么会拖 我们前面有没有讲过 好多遍呢 爱护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很珍贵呀 它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器官 什么器官 我认为眼科是最重要的器官 第一个器官 它最高贵了 在我们的身体的最高的部位 大脑 脑细胞里边的 直接连结出来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当我们脑出血的时候 脑中风的病人 到了医院里 是不是会吐啊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大脑里的血流到外面来了 侵占了我们大脑里边的 潜在的空腔 我们的大脑 在我们的脑壳壳里边 是有余地可以晃荡的 如果它要是刚刚好的尺寸 贴紧紧的尺寸 卡得好好的 把这个颅骨 跟我们的大脑一样的大小 可糟了 我们的人根本就活不下来 它有一个相当宽裕的地方 让它跟我们的大脑的形状 完全吻合 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网膜 我们还有个猪网膜 像蜘蛛网一样的 软软的血管膜 像海绵垫一样 保护我们的大脑 同时还有脑基液 就是产生的水 在里边让它飘荡 防止它被震荡 所以当我们的脑 颅内如果出血了 出了多少多余的血出来 或者长了肿瘤了 侵占了我们大脑里边的空间 我们的大脑会怎么样 压力增高 由内向外的压力增高 这个是我们的颅脑内的压力增高 压迫了我们的大脑 这个就是颅脑内部的压力 压迫到我们的脑组织 我们会怎么样 呕吐的非常的严重 持续性的呕吐 而且吐完了以后呢 还不减轻 头照疼 照样恶心的 要命要命的呀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不是胃肠炎 消化不好 难过的不得了 胃疼的不行了 你吐了 吐完了以后就怎么样 轻松多了 这个不行 这个根本就不是胃肠的事情 你呕吐是一种反射 一种反应 自发的一种反应 就是颅压膏的表现 如果是除了脑出血呀 或者是脑中风啊 或者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病人昏迷了 还伴随呕吐的话 那就是非常严重的 一定是ICU 赶快去吧 那眼睛是不是也是一个 中枢神经 生出来的第一个器官呀 它就有共同的特性 当我们的眼压高的时候 眼压 眼珠子并没有破啊 还在我们的眼眶里头呢 跟大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眼压增高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像喷射状的殴吐 那就是根本就止不住的 吐完了还吐 还难受还吐 这就是属于眼压也高了 所以会引起呕吐 而且是跟颅压膏一样的那种呕吐 很严重的 那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很简短的急性青光眼 防止它这个 非常快速致盲的眼病的 抢救它就跟抢救心肌梗死一样 分秒必争的 不要误诊 有的吐了好几天 当成了什么胃肠炎看待了 因为眼睛疼啊 因为感冒了 头疼 眼睛疼 也没有注意眼睛 想着是不是感冒了呀 结果三四天以后发现 还跑到内科去 去打吊瓶去了 说是胃肠炎老兔 那咱们就打吊瓶吧 结果打完了 眼睛也都已经失灭了 为了预防这种悲剧再发生 我们就希望在我们介绍我们人体的一个一个精美的复杂又简单 又简单又复杂又精美 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希望给大家把这些必须要警告的地方拯救到别人的 希望大家向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同学也好 向他们去宣传 跟他们讲 我们再回忆一下 急性的致盲性的青光眼 它有六个特征 高 什么高 眼压高 大 什么大 瞳孔散大 雾 什么雾 黑眼人角膜 别人看着你的角膜有点发白了 你自己看着外边发雾了 一样你看外边不好 外边看你也不对了 然后呢 红 眼睛发红了 别人看你眼睛怎么发红了 血管都爆了 你往外边看 还看到彩虹了 看灯 不是看天 你看到灯 特别是那个白质灯泡 日光灯啊 就是那个长的灯管啊 常常不明显 灯泡的那种 就容易看得出彩虹来 所以是红 两个红 红色的红和彩虹的红 疼 为什么疼啊 眼压高 真的疼得不得了呀 头痛欲裂呀 最后怎么样 由于眼压高 像颅压高一样的 呕吐 我们这样的介绍一下 大家的印象会很深刻 拯救很多很多 青光眼的病人 而不是先去看内科 看胃肠科 首先想到眼科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眼底图 这是一个健康人的眼底 健康人的眼底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 发了一个消息啊 说 谢谢胡大夫 生动活泼的 这样的一个解释 能够帮我们大家预防 非常危险的眼病 三个了 我们已经有三个死敌 我们的势力 我们人类宝贵的势力 我们的生命 我们晚年的生命 就是光明 没有光明就没有晚年 要自己有眼睛 就能独立的生活 独立的看微信 独立的看报 看电视 甚至最后势力不好 连钱都分不清 一百二百 五十全部都分不清 这个糟了 所以我们很开心 跟大家讲这些 要说麻烦再说一遍 我看一下 那行 好 我们再说一遍 可能是不是高大物 红藤兔 这个意思 就是说 即兴清光炎 有一个口诀 非常好记 这还是我学眼科的时候 我们的主任告诉我们的 现在有三个朋友 在给我点赞了 这第三个说的是 说得好 我们要讲实用的 接地气的 不是我们 一讲好像很高大上 但是回家全忘光了 或者听着听着 想睡觉了 我想跟大家讲故事一样 其实讲的故事 是谁的故事 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故事 我们每一个地方 都精美的不得了 不得了呀 精美的不得了呀 现在又有问题了 有说那个 近视眼的手术 是有效的治疗方案吗 这个问题要向后讲 因为这个就扯得远了一点 我们最后希望大家 我们留点时间 给大家提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些 一一的来讲一下 我现在就是想说 刚才把刚才讲 那个口诀一定记住 这是我的主任给我的 主任给我的 它是西安医科大学的 第二附属医院 是它最好的一个附属医院 现在是属于西安交通大学了 因为现在需要大学 就需要有医学院 才能成为大学 本来西安交大 它是一个理工科大学 为了成为一个 这个更高级别 就把西安医学院 西安医科大学 就给它归属到 西安交通大学的 一个部门里面去了 他的眼科主任 叫陈庆逵 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眼科专家 老前辈了 他给我们总结的 高大雾 红藤兔 太好了 又有人问了 高是什么 麻烦您再讲一遍 太好了 那个红呢 一个是彩虹的红 一个是红色的红 要写两个红 还有那个雾呢 是两个人 雾是只有一个雾 但是是一个别人看你雾 一个是你看别人的东西雾 是两个雾 高是眼压高 因为什么高呢 因为不能出水了 但是水还一股 就是在分泌着 在诞生着水 这是哪里诞生的 结状体 在我们的结状体 分泌出来的防水 在眼球的 瞳孔的后面 流到了前面 流到前面就叫前方 在前方的角膜 黑白眼人 交界的那个环管 转圈的环管 那个地方 他们应该被带走 但是带不走了 一个是环管的深处堵了 那个就是在白眼人 后边堵了 没法做手术 那种人 不会高大物 红疼兔的 那种人也疼 但是没有这么急 这个急的是 马上就会失明的 多抢就一个小时 都不得了的好了 我说的另外一种是 就是你家的水管子 根本没堵 洗碗那池子上 一大脏东西都没有 但是 是在地下室的土里边 你住的是house 你家上面水管子 怎么通它都没问题 可是得把外边的土挖了 才能修的 这就叫开脚性轻光眼 前面看没什么问题 水管子堵得深了透了 它堵哪去了 它堵到了白眼人了 都出了眼球的地方去了 那可怎么办 你要挖第三尺去修它 这眼球没法修了 所以 开脚性轻光眼 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不是手术能解决的 真的是水管子堵了 那好办 水管子疏通了就完了 不行再换个管子 咱们好收拾 可是如果在外边 土地里头给堵了 那眼睛没办法修了 房子的水管堵了 你可以上外边挖去 眼睛可不能挖到白眼人上去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密的 微血管的弥漫性的堵塞 没办法换了 所以我要特别讲一下 我现在说的是极性轻光眼 高大物红藤兔 它是对极性轻光眼讲的 前面我说像贼一样 偷视力的 那是慢性轻光眼 反而眼睛不是那么明显疼 眼睛有点胀胀了 胀了很多年了 最后发现 走路都碰人了 变成管状视野了 那叫慢性轻光眼 或者是开脚性轻光眼 一般来讲 我说的这个是极性轻光眼 但是它更重要 质盲很快的 高眼压高 为什么高 防水循环有问题了 眼睛里的水流不出去了 把眼睛给憋胀了 所以呢 就是叫眼压要高 你一看眼压不高 就不是情况眼 不是情况眼 眼压高 眼压高 你自己摁眼珠子是硬的 那真的要高的时候 你这种情况下不硬 你真的眼压高起来 是相当硬 有时候硬得像石头一样 那病人已经疼得都没办法 瞳孔都大了 眼压高 然后物呢 要大 瞳孔散大 为什么散大 高眼压高 大 眼压高的把瞳孔的阔约肌 阔就是那个阔弧的阔 提手旁一个舌头的舌 约呢 就是约束的约 阔约肌呢 就是像阔弧一样 像收敛你的 约束你的 那个肌肉 这样我们的嘴巴可以捉起来 眼睛可以挤起来 鼻子不能捉起来 鼻子不能捉起来 你捉起来不能呼吸了 耳朵也不能捉起来 这俩不能 没有阔约肌 肛门有阔约肌 你想大便 你也没到厕所 你可以憋一会儿 这就叫阔约肌 可以控制的 瞳孔我们阔约肌 我们控制不了 它是自发的 但是呢 高压下 它被压麻了 就像我们的手也麻了 都握不成拳头了 一样的道理 它就不能够收缩了 瞳孔就变大了 高大物 记下来了 然后红疼吐 红呢 一个是眼睛发红 因为血管都憋胀了 压力大了以后 我们的境外回不去了 就像我们使劲憋着气 你现在憋一口气 你摸摸你脖子上的青筋 都抱起来了 那不是一个道理吗 那当我们的眼睛回流不好了 那血管都抱起来了 不能回流了 有来的没走的 那当然它就抱起来了 对吧 红 一个眼睛发红 一个是你往外看 白质灯泡 外面有彩虹的那种 彩虹的圈呢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那为什么呀 因为脚膜里边被高压 压进水去了 最后一个什么呀 疼 红还要疼 眼睛给胀成那样 怎么不疼呢 对吧 最后高眼压和高颅压一样 它会呕吐的 本来你说眼睛跟胃离得那么远 它怎么会吐呢 所以为什么常常会被耽误 就是因为 它不可能想到它呕吐 我这个老妈妈 它就是不停地在吐啊 吐完了还吐 也没拉肚子 怎么了呀 没吃什么脏东西啊 就吵架生气来着 跟我媳妇生气了 气着气着 它就怎么吐开了 看哪儿去了 挂消化道 看内科去了 内科给打打掉平 他还讲得很准 结果就就吐了 然后吐吐就好一点 好点又吐了 结果等耽误三天以后 都失明了 这是很危险 高大雾 红疼兔 现在有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 又开始来问问题了 就说到这个头疼的时候 眼睛疼的 想用手揪着 要把眼珠子要拽出来 那么疼 这些都是不健康的表现 一定是有问题的 一定有问题的 那个我们可能得要 私下里再给你解释 或者后面再解释 我现在得看看 这个时间可能超时间了 已经七点半了 那我想我们可能不能再讲 这个正常眼底图了 因为我们把这个 整个的就是个眼底 我们作为一个眼科医生 拿着仪器在暗房里边 把你的瞳孔给你散大也好 不散大也好 我们只要对着你 跟你挨得很近很近了 脸对脸了 眼对眼的时候看 让你往前看 往前看 往上往下 往左往右看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东西 现在你通过这张图 也就知道你坐在暗房里 或者是坐在这个 把你的下巴科架到那架子上 那个你对面的眼科医生 看到你啥东西了 你现在就自己 像医生一样看见了 这就是你的眼底 我们把它快速地形容一下 要不然我们刚才讲的内容 会跟它分开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 是个模型图 这个可以是一个真实的眼睛 真实的眼睛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认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图 我们经常可以拍眼底照的 我们可以在 在我们眼科的医生检查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把这照片 给你直接拍下来 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从里面看了 不是像我们刚才做的 解剖图谱一样的 外边撅个小撅撅 告诉你这是视神经 现在视神经在正后方 我们看不见了 我们现在的看见 是视神经 刚刚钻进眼睛里边的时候 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告诉大家 它就是电灯泡的那个底座 电灯泡的底座发不发光啊 没有光芒 知道吧 它是一个个的神经线 那是跟着电线一样 还胶原 胶带还包着它呢 它怎么能短了路发光呢 它能看到光 那不行的 它刚进来 然后它就马上铺展 可不是我们看见 这弯弯曲曲的 像蚯蚓一样的血管 它们是动脉和静脉 粗的暗的是静脉 细的淡一点的是动脉 伴随着的 你会看它的注视 我都不用看那些东西 我都非常熟悉了 所以你们会慢慢地来看 你们都有这个软 小刻件都给你们了 你们把它放大了 来仔细地看看 都是伴随着动静脉 动静脉 一对一对的 四个象限 有的人长得不太典型 它的总的来讲 一定是四肢 总之是四肢 那么这个 这个放射状 发散出来血管的地方 它其实神经 已经都躺倒了 已经全部铺展了的 我们看到 整个的这个画面 它们全部都是四神经 全部是四神经 那么这些四神经 铺展了以后 它们来感受 我们的光线 那我们看看 左侧黄斑中心窝 这个地方发黄 在火体上发黄 那么它的中央 有个闪亮的小窝 为什么呢 那个地方像锥一样 一个小坑 非常精准的 圆满的 一个小小的锥坑 这个就是我们看东西的 最准确的地方 现在说黄斑变性 黄斑变性 就是这个黄斑不变性了 它本身不长一点血管 跟我们的角膜一样 它都是趋光的一部分 这是趋光的终点 角膜是趋光的起始的 最外面第一步 穿过角膜 穿过防水 防水也是有弧度的了 由于角膜的弧度 防水也有弧度 所以它也有趋光度 然后穿过了瞳孔 到达了哪里 到达了 晶状体 叫水晶体 都一样 就是说 我们那个老年 白内障要摘掉的 那个镜片 穿过这个晶状体的镜片 这个晶状体呢 前面的弧度 要稍微要小一点 平一点 后边要大一点 它也是个趋光 然后一直到哪 到了我们的眼底的 正后方 就是黄斑 而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盘状的 那个神经出来的 放射上血管 过来的那个入口 它是靠鼻侧的 不是在正后方的 是在靠我们鼻根 那个方向的 真正我们的瞳孔 正对着看到眼底的 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一个小亮点的 黄斑的中心窝 你盯着看的东西 就是用中心窝看的 整个的黄斑 也就有那么小绿豆 那么大一点点 可是它承担了 我们整个眼球的 90%以上的视觉功能 就这一小片黄斑布 它也没有血管 所有和趋光有关的地方 都不能够有血管 如果它也涨上血管 说明什么 那个地方生了病 那个血管就叫 新生血管 我们从妈妈的肚子里 来的时候是 一定不能有血管 有血管就是病 现在又有人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简单 把那个讲了 先放下 我们开始回答问题 这有个问题是说 已经看不见了 我要把它打开 才能看见 打开看见 也有可以举手的 我们举手的回答一个 然后有文字的 我们再回答一个 好吧 我们来这样子 来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大是瞳孔散大 对 高大物红藤兔 那个大就是瞳孔散大 我看到刚才有个问题 有举手的也希望 我们的Jack老师 能够及时的看到 有举手的人 就是我们也先插着回答 两边都一起回答 这个回答一个 那边回答一个 多少度是真近视 这个度数 这个真近视呢 我就认为呢 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呢 不是专业的提问 不是专业提问 真的近视 假的近视的度数 不是决定的因素 决定的因素 是拿药物给你把瞳孔散大之后 由医生到暗房里 来给你检查 你到底是真近视假近视 如果瞳孔散大 完全休息以后 眼睛就不需要戴眼镜 就能看到1.0以上的视力 就不是近视眼 那是由于过度疲劳 眼睛里边过度的肌肉 太累了 就不能松弛了 不能放松了 看了太多的近距离的东西了 就让你那个手拿这个东西 都拿抽筋了 都放不松了 就这个道理 眼睛里边也有这个问题 几天几夜 看小说 玩游戏 就都是在近距离的工作着 结果不望远看 眼睛已经不能放松了 这个时候 配上眼镜就糟了 就往往就摘不下来了 所以 配眼镜之前 特别是年轻的小孩子们 他们不要轻易的戴近视眼镜 要彻底的进行检查 证明他散了瞳 都彻底检查了 还非得戴眼镜不可 那很悲烟 你就戴吧 好 现在我们再答一个文字的问题 请问胡医生早上醒来 眼睛还没睁开 双眼感觉特别干涩 是怎么回事 首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有杀眼 如果有杀眼 那就是很难治的一个老病根了 很难治的一个老病根了 白天还好一点 晚上干涩 那要我先想问您 你是不是晚上每天晚上看三到五集的电视连续剧呢 还是每天必看无疑呢 然后再玩上三个小时的手机呢 没有胡医生 没有 因为您刚才也说到那个流鼻子的问题 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老流清鼻子 老流清鼻子不一定和这个眼睛有关系 你这个想象我觉得不太一样 你老流清鼻子 但是是晚上才干涩 白天不干涩 你是早上想干 早上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 就那个眼睛特别干涩 连都不想睁开 那白天你工作的时候呢 根本不影响 对不对 白天没有那种感觉 就有时候那种干嘛 那你比如说你看电脑 如果你没有杀眼的话 如果你没有杀眼 我估计你可能没有杀眼 我没有杀眼 如果你没有杀眼的话 干涩常常在现代的人 现代的文明的 所谓打引号的文明生活里 我认为眼睛干涩的主要原因 是用眼过度 眼睛的用眼过度的 反抗的信号是什么 身体会有signal给你的 告诉你 我这有问题了 你要感冒了 它会给你发烧 你要是太累了 它会肌肉会疼 眼睛只能给你一个干涩 或者障碰 它只能是这种感觉 它就是给你抗议你 那你要是能够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 试一试 你要是想给一个月的时间 你一定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就是彻底的不拿手机来看不重要的信息 重要信息看一下 就放到一边 一天最多看两次 一次15分钟 在一个电视连续剧 晚上看看新闻 最多看一两集 最多两集 马上休息 我不看电视连续剧 因为我就是前一段时间 用那个手机 微信看的比较多 最近就因为眼睛 我就是上次那个玻璃剂 所以我最近都不看那个手机 那我跟你说呀 那我又碰到你了 我很高兴 我就是还有话想说 我认为你这个一定一定不能够用眼睛 最近你要努力的让它贴回去 可能贴不回去了 但也不能够完全不注意它 而让它继续再脱下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它已经有个空间了 甩荡在那了 明白吧 什么转眼睛的活动啊 颠档的活动啊 过眼的活动都不要 如果它是后部的脱离 你就回到家里就仰面朝天躺着 想看 尽量就仰面躺着 尽量就让它贴得紧紧的 这样子好吧 非常感谢 这一个说 怎样预防清光眼 怎样预防清光眼 这个很难讲 首先清光眼和眼球结构有关系 这个和你先天的结构有关系 特别是开脚性清光眼 真的是不太好办 那我刚才讲的是最要命的 最紧急的 那就是气蒙眼 我愿意用中医这个话说 为啥 就是你生气气的嘛 我们的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说是 中医的肝 它要开个翘 它的翘在哪呀 它翘在眼呀 肝开翘于目 对不对 那就是说眼睛就是干的一个窗口啊 所以凡是干气于街的 心里贼不痛快的 心里的火气贼大的 一说话就像吃的枪药一样的 特别生气 有的事他也没办法 他窝囊死了 他生气的没办法说 一定别忘了 别把我自己的眼睛给弃瞎了 真的眼睛是能弃瞎的 就是气蒙眼 就是这么来的名字 中医这个名字起得比西医好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 一定要让自己疏干解余 心情平和 而且再一个不要让眼睛太累 这个是肯定的 再一个就要预防紧急发生的时候 马上找医生都能救过来 马上找了医生立刻救过来 给你缓解 立刻给你打干露唇 让你就是排水 尽量的排水 让眼压降低 会有办法的 实在不行 就紧急手术 给你瞳孔的旁边 那个仿角的根上 把那个红膜滴了起来 小剪子一剪 剪个小空中眼就完了 这个地方不好走路窄 我给你开个小口 水从别处再也流过去 这情况也马上就能挽救过来 可是一晚了 跑到内科去打了 因为老兔啊 吐了最后恶心 头疼又当感冒了 耽误三两天 这就不好 就这么预防 再一个就是不生气 少肺炎 这么简单 好 我再看看 谢谢胡大夫的 生动活泼 眼瞼一嗨的眼科知识普及 感谢你的夸奖 请教清光眼和白内障 是不可逆的吗 清光眼 我不能说什么叫可逆 你说它能好吗 像急性清光眼 紧急的 及时的手术治疗 是可以预防 可以 不是预防 已经发生了吗 发生了 但是没有把势力伤害到很大 甚至还没有完全伤害 那么手术以后呢 再注意保护 不要再犯的话 还真的就能够一直都是不再疼了 头也不疼了 完全可能的 这是可能的 但白内障呢 这个就不太好说 白内障不好说 如果在早期白内障 我认为 如果你可以多用一点点 这个抗氧化剂 因为白内障 它常常是 一个是老化 一个是老化 就是正常人的老年嘛 那么你抗衰老的时候 白内障也可以减轻一点老化 所以就是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因为我已经遇到过 也一个眼 两个眼都是白内障了 那么一个眼睛呢 跟我年龄相当的人 六十多不到七十的人 那么它一只眼呢 先做的手术 我们一般不会在一个 一天给两个眼同时做手术 为了省事 你已经躺下了 就两个眼给你都做了吧 绝对不能这样做的 一个眼做完 一个眼一定要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做 以免同时遇到什么意外 两个眼睛都受害 那么做了 先做了一只眼的人工晶体 做完了以后 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 做完了以后呢 觉得不舒服 因为它自己本身 原来是个医生 内科医生 就觉得不舒服啊 眼睛膜啊 这是很正常的嘛 对吧 你等等慢慢就好了嘛 结果它觉得不舒服呢 它就不想做那只眼了 这已经有七年的时间过去了 它没有做另外一只眼 结果它另外的那只眼 现在比它已经做过手术的那只眼 它觉得还要好用 还要好用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 它其实本来也是一个白内障 当然它不是十分严重的 所以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 还就是要稍微严重点再做 不要很严重啊 太熟过头了也不好 但是呢 由于现在的手术的技巧就比较好嘛 技术比较好 也有这个先进的技术 还要装人工晶体等等的 那就是说 如果还不是特别严重影响势力的时候 我不建议你做得太早 因为毕竟还是自己先天的东西比较好 好好保护一下眼睛啊 可以用一些抗氧化剂 这些它可能还是抗衰老 抗氧化的东西 在营养方面啊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呀 多吃点猪肝啊 都很便宜的东西 注意保护眼睛 不要过多的用它 看多的电视连续剧啊 看多电脑啊 手机啊 天天在用啊 对着这些荧光屏上的光线 这些都是有害的 还是有可能缓解一些的 谢谢胡医生 我举手半天了 我可以 你讲你讲 我看不到你举手 但是那个老师能看到你 我没有看到你 我只能看到文字的问题 你只要举手的 你可以说话 你说我举手了 我要问 你就说吧 请讲 我的眼睛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很容易痛 也很敏感 就是 我假如说 我就是 我们是洗脸嘛 每天 但是我要洗眼睛 我又不洗 我就很痛 很难受 就是受不了 那种感觉 我的眼角 好像长期都是红的 而且 眼睛都是 就是敏感的 不得了 茶防晒霜也不行 有一点 那个正常的 就是我们 就是那些cream 就是擦脸的都不行 现在我什么都不擦 它还是痛 但是好一点 我就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我感觉你说的这个呢 可能和你这个眼睛本身 有没有严正 这个你首先要想到 有没有严实啊 如果你眼睛那么难受 早上起来特别难受 还不洗 还不行 如果有严实 那就好解释了 那就是一个真正的 严性的改变 比方说有这个 感染了一些红眼病的 那些细菌啊什么的 这个就是有粘的东西 有分泌物的 一般来讲是细菌感染 没有分泌物的 反而还不好办 有分泌物的红眼病什么的 那个你就要注意什么呢 你可以注意这么一个办法 就是以后呢 你把你的那个毛巾 洗手的毛巾 洗脸的那些小毛巾 什么的 每一天都要把它洗一次 洗完脸以后 把它拿肥皂洗干净以后 头干净 然后呢 把它放到微波炉里 放一个大碗 里边放上水 然后把这毛巾 放到那里边 在微波炉里 把它打开 把它打到水沸腾 就消毒了嘛 等于是 你扔到饭锅里去煮吧 有点不太好 洗脸毛巾扔到锅里煮 那锅还能用吗 对吧 心里想着不舒服 你可以放个小碗 就是瓷的 不能是铁的 放到微波炉里打 或者是放在锅里煮 也没事 其实 煮开锅了 什么细菌都煮死了 就是你的 和你家里人的毛巾 都一起给它洗了 给它拿开水煮 连续搞一个月 要煮多长时间呢 煮开锅十分钟就可以了 开锅以后十分钟 那我几乎是 就是 我眼睛因为很难受嘛 我就是用那个药棉 就是 iPad 用那个 我就用那个 我就不用毛巾 因为它一次性的嘛 它始终都是痛 我没有什么眼屎什么的 没有 没有 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你要是那么过敏 有的人连阳光都过敏 阳光照到脸上都非常不舒服 眼睛都红了 那你有可能就是 我认为有一些 就像现在常见的这些病因呢 我们把它归由自由基侵害 就是整个的自由基的侵害 有的时候也可能是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环境中的什么 也查不清楚 有的小孩子查过敏 查到最后说 连盐都过敏 他妈妈说我们都孩子 都没办法养了这个孩子 连盐他都过敏 所有的粮食米 面他都过敏 做了很多的检查 这个过敏源的检查 就在多人多的 检查到最后的话 连盐他都得过敏 没法养了这孩子 所以的话呢 常常就是环境中的一些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那些微小的 那些颗粒的东西的感觉 但是别人怎么没有呢 那可能就是你的这种 敏感度太高了 敏感度太高了 但是又不能给你查出 什么过敏源这种情况 你可以试着吃一点 抗氧化剂方面的东西 抗氧化剂叫什么名字 清理的就是清理性的 抗氧化的这些东西 再一个多喝点绿豆汤啊 清火的 从这个角度上也是挺好的 绿豆汤经常喝小米绿豆汤 熬的绿豆放多一点 小米绿豆放少一点 而且汤水熬的再多一点 这样也是很管用的 胡老师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胡医生啊 我是觉得我过去戴隐形眼镜 那因为生孩子的时候 我戴隐形眼镜 你内管堵塞了 我 稍等一下 我们听完这个隐形眼镜啊 对不起 我戴隐形眼镜 我就 它是每天都要摘的嘛 我因为生孩子 我有一天 忘斋了 完了我眼睛就非常不舒服 就自此那以后 我就眼睛就是觉得 老不对劲 一直到现在 就觉得敏感的不得了 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检查 真的非常痛苦 有多久 因为夏天 有多久了 防晒霜都不敢查 很难受的 嗯 那我就不知道你有多久了 如果时间都挺久了 我觉得你应该看一次眼科医生 会不会在你的角膜上 有磨伤的地方 角膜就是最前方的黑眼人啊 它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的东西啊 它是可能很小的摩擦伤 而且像这种情况 我说真的 你就好像不应该 带你这个角膜接触镜了 你为什么要带呢 你什么专业啊 舞蹈专业了 我不带了 自从那一次 医生就不让我带了 我记得我好像说过这个 关于角膜接触镜的这个问题 你是游泳运动员 或者你要上上 是特别的专业 上台要演讲的时候 你可以带上 平常带它是真的没必要的 真的没必要 我已经挺长时间 没有带了 真的不带了 除非你工作需求 但是一定记得拿下来 因为总的来讲 发生这种情况很多的 很多的 好的 谢谢你 没事 没事 我看 我医生 我举手 你举手 你讲吧 我想问一下 就是眼镜的这个眼的内管 堵塞了 每天早上起来 好多好多眼死 这是什么原因 到医院里面 到医院里面 给医生看 说去开刀 那医生好像说 好像也没有说要给我开刀 我的意见 如果你现在说的是 岩石很多很多 早上起来 你先把岩石的问题解决了 岩石的问题 和你那个内管堵塞 根本没有关系 不是因为内管堵塞了 你岩石很多 你岩石很多呢 如果是最近发生的 那也和内管没关系 如果内管堵了很多年了 那你有岩石 有点可能 总之来讲 不要先急着去做手术 你如果给内管做手术 你现在的岩石很多 是说明炎症 你有炎症 才会产生很多的岩石 而且岩石本身 就是个很不干净的东西 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在这个 很不干净的眼睛上 早上起来 有岩石的地方 来做一个内管的手术 那内管手术能成功吗 那这个内管堵塞了好久了 很多年了 你暂时不处理它 不是紧急的 但是岩石多不是很久的 你应该现在把岩石先去掉 想办法 毛巾搞干净 洗脸以前 把手先洗干净 再去洗脸 而且毛巾要干净 用不用脸盆 这些情况 你都得要想到 就是每天擦脸的 碰到脸的东西 一定是很干净的 那就是 你干净太阳晒 我意思是 我是那个 点眼药水 因为眼睛难过 就点眼药水 涂了精霉素眼高 这样可以的吗 你涂了多久 精霉素眼高啊 它是个抗生素啊 如果你一直在点 还有那么多岩石 那可能也要考虑考虑了 是不是应该想想别的办法了 对吧 你抗生素 你老在点没有用的 点多了 细菌都有抗药性了 你等于当润滑油 是在里边用的 那我现在 就是 怎么 有岩石 先把岩石的事情处理好 首先就是 你点眼药之前 你手得洗干净 你不能手都不能洗干净 就抓着眼药 然后拔它眼皮就点 洗的 这个是这样 你再点眼药的时候 你要把眼睛要拉开 往下拉 把它点到下眼睛 拉开的那个眼肉肉上 然后把上眼皮提起来 上下一对合一包 上眼皮一提高 然后把它一下盖住 包起来 要不然两个手在那 扒着那个眼呀 手脏的 都没洗干净 就凭这一个原因 你就可能经常岩石 感染它很容易的 眼睛也是很娇气的 对啊 眼睛后很多岩石 而且还很痛 又是红的 然后到院里看了 因为就 人家在国内的话 他就拿那个 叫什么精美术卵 给我涂 除了是稍微好一些 稍微好一些 那你以后又拿脏手来弄它了 它就又不干净了 所以你的毛巾 你的脸盆 都要拿开水烫 太阳晒 没事了 就拿到太阳里头 翻着晒你的毛巾 或者拿开水 有颜色还是有炎症 主要是 有炎症 再一个呢 中医来讲有点上火 对吧 你喝点青花茶呀 绿豆小米稀饭呀 少吃点什么 那个上火的瓜子啊 烤的饼干啊 脆的东西啊 少吃点上火的东西 大便不干燥了 眼睛也就好了 有时候就是上火的表现 多喝水 如果你看到 你的小便是茶色的 说明水喝的不够多 水一定要喝到 小便是淡淡淡淡黄 如果小便只一看 就挺深的颜色 那就不行 特别是现在 几乎点到了 很干燥啊 所以这些 我也是 眼镜总是 人家看到我 都说我的眼镜 蒸不开来的 每天早上 有个人起现的 那位朋友讲的一样 眼镜蒸不开了 早上还有一点 眼镜好累呀 是的 胡医生 胡医生 我先提一个问题 他们现在推荐 等一会 我想提一个问题 因为我呢 胡医生 他现在 我还没有玩 我现在还有 我想问一下胡医生 现在人家推荐我 就是到Costco去买 那个叫什么 叶黄素的 这个吃的 这个药片 他是专门吃眼镜的 这种可以吃的 这个Costco那些东西 还是可以 就是他一般 面对普罗大众来讲 它是比价钱比较便宜的 质量不能说 它是最好的 确实不能 它就是便宜 但是呢 像你这个外眼病呢 不是什么特别影响视力 特别要命的那种 多危险 也不会致忙 对吧 你就还是可以用一点 到Costco可以买点维瘦素C 买个维瘦片 它那个就是比较便宜 就像一般外眼病 不是很严重的 你就买一个维瘦片 好的 谢谢 首先你应该先吃点维瘦 所以我倒认为是比那个 好的 好的 我买了 对 好的 胡医生 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你提到那个白内障 我有那个轻度的白内障 所以呢 您刚才说了 要多吃一点那个抗氧化剂 那么我就想想 就想问一下 关于什么是抗氧化剂 可以预防一下我的那个白内障 继续发展的 白内障 它其实你的眼睛的白内障 不是因为生病 是老化性的 老年性的白内障 对吧 所以它不是一个病 要是病 我们得赶快去看病去 对吧 病也可以引起白内障 特别外伤啊等等的 都可以 炎症都可以 那你现在说的是一个老年性的 那你要是能够抗衰老的话呢 白内障也会 可能会好一点 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 我们并没有那个必要说 我们恨不得他快点成熟 赶快给他做个手术就算了 我保证你手术后的并发症 是百分之百存在的 我不是说你这个人 做完了手术 就百分之百你会发生 而是说 对于总体的这些 做手术的病人来讲 他们手术后发生的并发症 或者可能他不理想 这个可能性是百分之百会存在的 因此并没有必要说 我还没有到达医生 都没有说你现在马上要手术 或者影响我的生活 我就急急忙忙 巴不得他快点老化算了 我们应该努力让我们的生命 也慢慢的能够抗老化 那我们所有因为老化引起的问题 是不是也就可以多缓解 或者会缓慢 减缓它 让它慢一点衰老 对 那么我就想问一问 抗氧化剂就是等于 多吃蔬菜水果 因为衰老的本身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自由基请害呀 我们上次讲过的对吧 有没有讲过呀 因为好多地方 可能自由基我们下次应该要 真的要好好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 对对 那个抗氧化 因为这是我们百病之手 所有的病的病根 其实都是自由基请害 那么自由基的请害呢 它对我们的请害是什么请害 是氧化的请害 那我们就要抗氧化 就这个意思 好的 新鲜的蔬菜水果 新鲜的蔬菜水果 苹果呀 橙子呀 又便宜又有皮 可以包着它 可以削皮 可以扒皮 你不要去买那些蓝莓呀 什么那些带莓 那些都是手抓着打包装的 会会传染病给我们呀 现在这个病很严重 我们现在要买那种 能扒皮的水果 苹果和橙子 我就优先就是推荐你们 因为它又便宜又好保存 一袋一袋就买 它又便宜 削皮嘛 对吧 就很干净嘛 你买那个蓝莓 你吃蓝莓 吃草莓 你能扒皮吗 嗯 那真的不干净啊 知道吗 而且不好保存又很贵 好 好吧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每天至少 应该吃三次到六次的水果 好的 还有三次绿叶的菜 这是我们最少的要求 吃沙拉 生菜 或者 现在不要吃生菜 现在得烫一下 害怕有病毒 行 好的 谢谢 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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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是这样 下边还有一个提问 提问以后 今天都结束 这个是这样 我现在我办 中心的一个宣传 宣传群 二维码发上去了 因为营养于健康 胡老师这个群 现在已经满200了 不能扫门 大家可以扫那个 进宣传群 你要说你要进哪个群 你可以说要进营养于香港群 有什么事 需要给胡老师留言沟通 你可以在群里面留言沟通 这个是这样 这个宣传群 它本身是一个是中心的 所有的信息 都发到这个 第一时间发 每天的信息 第一时间发到这个群里面 也希望大家 就是要也是向外做一个宣传 让更多人的收益 你像这个胡老师 我们这个讲座 我们中心的很多讲座 都是很受益的 好吧 那下边呢 这个小米手机 这胡老师 还有一个小米手机 他提问一下 你回答以后都结束 小米手机 你开一下 开一下你的 小米手机 开一下麦克风 对吧 对 这里还有十几个问题 我们可能得下次接着解答了 接着解答 我刚刚我给你截图了 我发给你了 你到时候你看看 到时候你可以给你 那你是刚才说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不是 我就说这个小米手机 打开没有 我一定给你 你打开你的 我打开 你的音频 打开你的麦 小米手机 我的麦 不是不是 你的打开 我说这个小米手机 那不行就这样吧 胡老师 那今天 今天就 就这样吧 你这滔滔不绝 两个小时 又超时了 又超时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们就 因为问题还有很多呀 所以呢 我现在要把这些问题拍一下 下次看能够 谢谢胡老师 不用谢 不用谢 大家晚安 晚安 不好了 谢谢 多謝 多謝